中安民国110年7月9号星期五 好又到了我们周末了 这是一个关键的 即将来临的关键的周末 待会呢我们地表最强最强 现在在防疫期间呢 然后呢不能到五星级戏院 为我们播出一首实况转播 但是依然可以在家里面 为我们挑选各国好片的迪亚 会为我们来解释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放曹操 跟他有什么关系 好那要讲一下就是说 上个礼拜吧 应该上个礼拜吗 还是这个礼拜美国 美国的国庆7月4号 然后他们这次就是 你可以看得到各地呀 都是爆满 真的不管是游乐园 还是他们的餐厅 他们的酒吧 然后他们去看烟火的人 然后大家都欢欣鼓舞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以前好像没有特别 会庆祝美国国庆吧 以前的美国人这个是 我觉得感恩节是大假期 耶诞节是大假期 然后他们还有 他们的国庆算是 他们很大的一个廉价吗 当然算是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美国也算是爱国的人 好不好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党期吗 这算不算是一个党期 这也是大党期 一年之中数一数二大的党期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他们是7月4日的国庆 所以7月初 这本来就是暑假 暑假本来就是 一年之中的黄金党 所以变成说 他们的国庆日党期 在这个历史上通常是 黄金党中的黄金党 就是只有最最最大的片子 才会被排到这个党期来 所以今年就变得 有一点奇怪 为什么 因为本来大家都知道说 今年的这个 美国国庆党的大片 有可能 本来差一点就要是了 就是汤姆克鲁斯 让大家等了三十几年的 捍卫战士独行侠 这一部续集 应该是要排在这个时候 他本来就已经 他本来是去年的 这个本来去年 类似去年的6月就要上 然后呢 又从6月延到7月初 所以等于是说 捍卫战士 他本来他从去年的 美国国庆就想上了 一直到今年都还没办法 那因为我们知道上半年 有的是 有一点点看起来 疫情还是不是那么 稳定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电影公司就把这个片子 往后再挪到感恩节的 那个时候 所以才会变成说 今年的7月4号 这美国国庆的假期 本来差一点就没有大片 那唯一的 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 就是票房最好的一部电影 他还不是在国庆日当周上 他是上一个礼拜就演了 之前 前一周就演了 对 前一周就演 那就是因为今年的国庆 美国国庆很意外的 不知为何阴碎两叉的 最顶级的大片没出现 所以才会变成说 上一个礼拜冠军的片子 这个礼拜依然持续冠军 那我可以讲一下 过去美国国庆大假期 曾经出过哪些大片 都真的 大家一定听了都很有感觉 他曾经 今年 我们最近 你如果在这个 一些影迷讨论的网站上 你可以看得到 有一部电影 今年是30周年庆 30年前的现在 他就是在美国的国庆周末的大片 那就是阿诺史瓦辛格演的 魔鬼终结者第二集 那个时候呢 真的是暑假第一大片 那接下来再过了五年之后呢 这个美国的国庆日当的大片 就变成了什么片 也是一个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得的 而且刚好剧情 跟他们的国庆非常有关系 就叫做ID4星际终结者 所以你可以想到 美国的国庆 日本向来都是这个暑期的 最top的这个党级之一 那今年的话呢 就是因为英雄争争的状况 所以本周美国的冠军 依然是上个礼拜 就在美国已经演的 完命关头9 那这个片也很好玩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有很多地方 从5月中下旬就开始在演了 那美国正式上演的时候 已经晚人家一个月 超过一个月了 那可是呢 想不到他在美国依然 上片照样势如破竹 就在疫情期间呢 美国一直等到 今年的5月下旬 差不多快月底的时候 有进阶二跟这个时尚的女裤一 拉着两个墙片上片 才终于把整个景气 都往前拉回来 那可是呢 再等了一个多月之后的 完命关头9呢 制造了更辉煌的记录 就比如说进阶二 如果要花个什么两个礼拜 才能够美国飘用破一的话 完命关头只要一个多礼拜 就破了 所以他们有报复性的戏院潮 是 而且呢 今年的这个国庆周末 就非常的巧妙 就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 导致党旗一阵大错乱之后的结果 我们发现今年的美国国庆周末呢 最大的大赢家 是某一家电影公司 为什么 因为呢 第一名 票房第二名 票房第三名 前三名的电影 都是他们家的片子 你却传播有这种情况 真的 哪一个字母开头 S U开头的 U开头 U开头 就是我们大家每次看到 就可以看到一颗地球 的这一个 这家影片公司 那他们的话呢 冠军 完命关头 久之上个礼拜的冠军 这个礼拜还是冠军 然后两个新上档的电影 一部是他们帮梦工厂发行 梦工厂动画现在的 发行权又回到环球的手 我怎么把它讲出来 又回到地球 一颗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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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后呢 他们就发行了 这个也是大家等了 有 应该是几年 三四年有了 的影片 叫做宝贝老板 第二集 家大业大 然后呢 第三名 依然是一部续集 所以你看前三名都是续集电影 第三名是国定杀戮日的 这个电影的系列的第五集吧 就是他最新的一部续集 那就是最新的 对 是 那所以说前三名呢 都是这家这个地球公司 然后呢 也前三名都是这个续集片 所以他们就是今年的 美国国庆日的 好莱坞巴大里的英雄 前三名都被他们拿走 不过这个英雄的位置能做多久呢 好像下个礼拜马上就要再洗牌了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终于要等到 我们大家已经等了两年多的漫威新大片 所以下个礼拜马上情况会再洗牌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两年多 大家等很久的漫威的芯片 最后在票房表现上怎样 这个漫威芯片是造成很多话题的那一部吗 因为也已经从去年到现在 大家也等了超过一年 终于总算要等到他了 好 那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 有时候像你讲的说 这次的观影潮 对不对 出乎大家的想象 对不对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 大家太久没有去戏院看电影的感觉了 其实有时候他就是想 这个一定是的 美国的话你看都已经疯了 就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疯了 差不多快一年 这个好一点的地方也起码也封了个半年以上 所以一定会造成很多人就是很想赶快出门 所以其实我个人看了还是觉得有一点皮皮刺 为什么 因为呢虽然美国的疫苗施打率绝对比台湾好很多 可是各位要知道 对超过五成以上啦 他们已经超过五成了 对就是平均是超过五成以上 因为有的州是更高的 那有的地区是更高的 比如说加州的某些地方可能是六成以上或者是七八成 但大家不要忘了打疫苗只不过 就是让你第一个他的防护力虽然有 但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九十几 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能够让你完全不会被感染的情况 那但是呢他能够改善的情形是第一个 你可能不会变成重症 第二个你的次死率可能会下降非常多 所以呢变成说打疫苗不代表你不会被传染 那也不代表你不会出去继续传染别人 所以我个人看还是会怕说 因为美国人反正就已经整个心就放下来玩开了 然后大大大的然后就出去到各个地方就开始 很多人就没有在戴口罩了 那有在戴的话就是极少数或者是亚洲人 那从他们的这个新闻影片上面看起来 因为我个人看到的那几支里面 我真的没看到几个人还在戴口罩 但是我觉得迪阿 你这几段话都很像佛奇讲的话 真的我们待会回来 我觉得以后迪阿这些话呢 或许我们在什么漫威系列都会再重复 听到这些台词一直出现 因为过不久一定会有很多是 以本次疫情作为的题材 不管是生化片啦 科幻片啦 灾难片啦 英雄片啦 可能都会有很多是以疫情为主的题材了 这个要先想想看 就是大家有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 马上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忘了 就是我们去年大家一直说 那一部片子是神作的 叫做这个全境扩散 大家其实拍SARS 但是SARS过多久之后拍的也隔了七八年 可是他们还是说有很多预言在里面 甚至有讲说星际争霸战的时候 也有带到一些未来的事情 也一一的实现 所以说还是要隔个几年啦 那毕竟疫情还没有完全落幕之前 大家可能心情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东西 那不过呢 总算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还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影片可以看 那当然我们本周 例如 已经片头已经 在第一段的时候 已经放了一首歌曲来告诉大家 我们本周可能要聊到哪一部大片 可是大片之外 我们当然还是有别的菜要来先跟大家讲一下下 稍微点一下下 告诉大家 如果说您在这个时候呢 有对这类型的片子感兴趣 还是可以来看一下它 那这个片子呢 其实有人就说了 新冠肺炎的疫情 其实造成电影界的一个很大的变革 什么样的变革 就变成说以后能够在戏院演的 可能90%以上 就是那种商业大片 很大的 你如果没 对对很大的那一种 那个是还能在戏院演的 那你如果说呢 不是那么商业的类型的影片 就算你的卡斯还不错 你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再继续上戏院呢 就是我们大家在讲的以前 那种所谓的小品文艺 或小品艺术电影 这些片 它也许可能只会在很少的戏院里面 很短的演一下下 就是变成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类型的小众 赶快去把它看一下 看完了以后 它可能马上就下片 那接着下来呢 可能就会在影音平台上推出 影音平台上推出的话 它因为属于小众 所以它的这个点阅率 可能也不会像 戏院的这种商业大片这么好 但没办法 这个可能就是之后的未来 那我有个疑问 照你这样讲 对不对 你说可能是非常大的商业片 对不对 它就会到 好像就到国家歌剧院 好了 类似小品的 我们可能就在中三堂 或者是一般的礼堂 怎么可以这样讲 中三堂其实很大 中三堂也很大了 小品的可能也不能到中三堂 也许是什么社教管 学校的活动中心 可能就到活动中心演一下 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只有这些商业大片的话 它怎么喂养这些戏院的胃口呢 就是说它可能喂那量不够啊 你不够养这些实体戏院 那怎么办 所以就告诉大家 从片商的观察来看 戏院的未来可能也没有那么乐观 就变成加速会少了 对不对 有可能加速会少 有可能听数不会那么多 然后呢 有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就是持续看好再加 OTT平台这一种 因为我们都可以work from home 我们当然可以 那个watch movies from home 这样子 哇 那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 他说有很多行为回不去了 可能看电影的影视习惯也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需要时间 那虽然从美国的例子来看 是说只要你有很吸引观众的大片 就我们刚刚讲的 那一种超级商业的电影 一定有办法在戏院里面 可是呢 其他的慢慢的 其他的那些片子就慢慢的被擠下来 那你可能就上不了戏院了 你本来也许是为了戏院拍的 但你可能也慢慢的找不到地方放映 对 所以这些可能都会是 在几年之内出现的变革 所以大家都要有点心理准备 哇 那接下来呢 对啊 那可能戏院的加速 就会像我们以前一样 就是说某些地方 他人口不够多 或者说片源也不介绍 他可能那个地方 就不会有戏院了 有可能 可是呢 还好的是说 因为台湾曾经经过一段这样的时期 那在这个多听影城 开始发达之后 后来呢 就很多地方都认为说 我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影城 影城就代表聚集人潮的地方嘛 所以暂时台湾有很多地方的影城 是已经盖好了 刚开幕没几年 或者是说 已经在盖了 正准备要开 那所以呢 这几年之内 大家还不会一下子感觉到说 会是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情况 你可能会感受到是 戏院还是那么多家 但里面放的片子 就都是那些商业片 那慢慢的后面的效应 可能还要再稍后才会出现 不过呢 我们必须说 就是说如果 大家还是很喜 很想要看一些 比较不同于商业片的东西的话 那么你可能选择的 也就只能剩下 就是OTT平台这一种 或者是说 有的时候稍微幸运一点的话 某些片子可能会在 类似什么金马银展 之类的这种地方 被主办那会选到 那那一种呢 场次就很有限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抢票 为什么要讲 把话题扯这么远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要介绍这部电影 去年真的 就有在金马银展上有上映 而且场次排了还不少 那我就觉得说 不对啊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得到的讯息 都是这个片子 之后会上院线 它等于算是一个片商片 术语就叫片商片 那大部分的人 在看类似影展的时候呢 总是会觉得说 反正片商片之后还会演 我先不急 我先去抢那个 你这一次如果没看到 就真的再也看不到的 那种比较另类的艺术电影 殊不知 近年来也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可能疫情 很多东西的影响 你以为在金马银展上 出现的片商片 它不一定之后 真的还会上演 哦 所以你变成都要抢 都要抢 都要抢 要夺运气 一定要抢 那像这一部 我就是去年运气也不错 我今晚应该 我有抢到 所以我是在戏院里面看了它 那可是呢 到了今年的现在 这个电影呢 就不会上戏院了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之前告诉各位的 各大这个通路商的影音平台 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个麦克风 这个大哥的这个平台 或者是说 星期五晚上 因为我们也就是星期五播 所以你可以马上去找这个星期五 Friday的这个平台 各大平台 或者是说呢 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去 有一颗苹果的那一家店外面排队 买他们家最新的手机 那他们的平台上也有推出这部电影 好我们现在要讲了这个平台播的这一部是 莫爱 你有抢到票的 莫爱 是 那莫爱这个片子呢 其实他就是 之前的话题是因为 就是我们的影后 奥斯卡影后凯特温斯雷 跟这个最近几年 非常受到推崇的年轻的演技派高手 色夏罗南 那他们两个人呢 要在这部电影里面演一队 女 女同志恋人 所以说呢 有年龄差耶 有年龄差 对 他就是老少配 奇怪同志也可以老少配 不不不 我是说 就说他们是有年纪差的 对不对 是是是 在剧情里面也是一样 那不过很好玩的是 剧情里面反而是这个年纪大的 没有结婚 年纪轻的 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了 那可是呢 这样子还能够擦出爱的火花 他基本上讲就是 凯特温斯雷 演的是一个很喜欢考古 就是他在他家的附近的地方 他都会去找一些文 找到一些历史的文物啦 或者是说 也许我可能在海滩上面会找到一些 古生物的那种化石啊 之类的东西 那他呢 也曾经很有名 可是呢 他也已经过了他的事业高峰期了 那所以 再加上他必须要照顾他妈妈 他妈妈就是年纪比较大啦 然后可能身体也比较多病啊 所以说 他必须要跟他母亲住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住在他们的一个小镇上面啊 那平常的工作呢 就是他会开 在那个纪念品店啊 里面可能就是卖一些 他从海滩上捡来的一些 那什么扇贝啦 或者是一些那种 鹦鹉螺之类的东西的化石啊 就这样摆着啊 那这种东西 卖这种东西 当然生意也不会很好 那可是他们反正就是硬撑着过下去 或者是说 有可能有些人会来找他 就是带一些 这个文物的导览团啊 或者之类的 类似这样子的工作方式 结果呢 有一天 他就接到了一对年轻的夫妻啊 就是这个色夏罗南跟他的丈夫啊 结果呢 原先本来只是这个老公 他想要去参加啊 就是秦凯的文斯雷帮他带一段啊 就是我去跟你一起去挖一个 这个海滩上的古生物的这个化石啊 之类的这种东西 那你带我去走这么一趟 我可能给你一些预算或什么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 老公对这件事情是越越欲试的 但是这个色夏罗南演的太太呢 其实反而是没什么太大的兴趣的啊 就是反正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只好硬着头皮陪着他来啊 可是却没有想到 到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这个老公呢 先回国了啊 然后留下色夏罗南呢 跟凯特温斯雷两个住在一起 哎 他们两个竟然就擦出了爱的火花啊 哎 很激烈哦 因为呢 这个片子的卖点之一 就是两个女星有床戏啊 床戏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凯特温斯雷以前 演戏尺度都还蛮大的嘛 解答你一号就已经有 对 那这个电影里面呢 尺度依然大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 依然比他的晚辈 就是色夏罗南敢露 所以说凯特温斯雷是全裸 那色夏罗南也是有牺牲了一些些啦 就是至少有露了两点啊 可能屁股啊 这样子 所以大家想要看凯特温斯雷啊 如何把这个色夏罗南带到床上 这部默爱 对 这听起来是呃很很震撼的片子耶 照若是说话题性应该是很大的吧 话题性很大 可是呢 为什么到最后呢 可能就是片商还是没有把安排到戏院演 可能就是因为跟他的片中文片名其取得也蛮好的 是默爱就是比较沉默的爱嘛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虽然有激情的床戏 但其实这个片子的呃 风格跟他的气氛还是不是那么张扬的片子 所以说其实是两个女星的这个演技空间哦 给了他们一些 所以大家还是主要欣赏一下他们的表现 这个你就不得不佩服哦 姜真的还是老的辣 虽然色夏罗南年纪很轻的 也已经入了过很多次奥斯卡英后 可是在这部电里面呢 你还是会觉得说 戏真的还是在凯特温斯雷的身上哦 那所以凯特温斯雷的表现就非常的出色 很亮 他整个把戏带下来 那色夏罗南年在他旁边就感觉 显得嫩的一些 就真的没人看了 就是说你看到这种 在这种天啊 姜太你怎么可以这一下 因为真的就好像我每次都很推崇 密雪而非佛嘛 不管什么样的片子 有他出现对不对 不管你认为非佛几岁 我觉得别人真的也不用 只能自己自己带自己的聚光灯吧 否则我觉得焦点都会是在 这些演技派的人的身上 是那所以说呢 真的就是有点可惜的是说 大家本来也觉得默爱哦 既然凯特温斯雷也很好 那有没有可能再入围一次影后 或什么之类的 片商当初也是赌这么一部嘛 哎但很可惜就没有 那所以呢因为今年奥斯卡太 什么都没入围 两个都没有入围 对不对 两个都没吗 两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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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初的话 提影后的是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去提报名 就是希望争取票数的话 是凯特温斯雷是爆最佳女主角 然后社交人员是最佳女配角 但是两个都没有入围 所以说 也许大部分的台湾观众 可能没有办法在大萤幕上 看到这个电影 那现在各大平台都有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 而且平台上也是一刀未剪的 所以不用担心说 可能有些东西会被过滤掉 我觉得平台太多 对我们也是有点困扰 你知道 虽然说你可以选 你要订阅是什么样等级 然后每个月多少钱 对不对 但是平台如果越来越多 然后他们又给我们 我们想看的电影 是散布在很多家以上 那你这每个月花费的也不少 但是还好的是说像这种 其实比如说像默爱这些的话 就是很多平台都有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找自己 平常喜欢的 或者已经有订的 连麦 对他可能是连麦 这还是不错 也必须要提出一个 另外一个事实 就是说他也就像戏院联谊一样 有的戏院票价就是会开的比较贵一点 所以也许有可能你有订的那一个平台 他会收比较贵一点 这就是比较麻烦 所以都看你是要去 我是要找到一个最满意的价格 还是我是要最方便就能够找到他来看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 我觉得以后像我觉得他们这些平台 最后可能会整合 为什么呢 就有点像是UberEat之类的 就是各家餐厅都在上面 你要吃什么你就点进去 你就单点 你不要说我现在就是 一定要吃这家餐厅全部出的菜 以后可能会这些平台会同整起来 你点进去你就买这一部片就好了 那我很想问一下 我要问的是说 虽然大家希望是这个样子 但是很 就是目前看起来啦 每一家平台背后都有一家很大的电信产业是老板 所以说呢 有没有可能 我个人觉得不太有可能真的到最后整病的意思 因为你能够看 你能够预期到 就是中华跟台歌 这样子能够合在一起吗 这个也难说啦 看他们是为什么目的啦 但目前是不可能的 好待会还有两部很精彩的 好稍等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就是我们片头 为什么会放你拒绝的曹操呢 说曹操曹操到 是 所以呢 这就要告诉大家啦 既然有曹操 那就表示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回去讲三国的故事啦 那大家都知道说呢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 有些大片都是分散在各平台 或者是有可能他们一起连推啦 但价钱不一样 如果你对这个是情况感到很困扰的话 那我们要恭喜各位啊 我们接下来的这部大片 它就在大家最喜欢的啊 虽然台湾人都只把他 很多台湾人都只喜欢把它当 韩片 韩剧台来看啊 但其实呢 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欧美剧 欧美电影 跟华人影片 那这一部呢 就是卖到这个平台上的华人影片啊 就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 恩的恩这个平台啊 本月的强打大片啊 这片子其实台湾上映呢 也没有很久 我们大概在四月的时候就演了 所以它基本上应该算是这个 封锁三级警戒之前啊 呃最后一批上的影片之一啊 那这个电影呢 就叫做真三国无双 如果大家听片名会觉得很耳熟的话 没错 你猜的完全没错 它就是根据电玩改编的啊 所以说这个电影呢 其实历史的部分呢 就不要谈了啊 可能非常少 那主要还是要让电玩迷看了 觉得有爽到 有过瘾到 有开心到啊 所以它完全就是 我几乎不记得 它有在解封前 有抓到那个封 那个疫情前的尾巴 已经完全忘记 它其实疫情前的尾巴 它那个四月多的时候 所以它那么快就到平台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就立刻到平台了 几乎只差一个月嘛 一个月就带来了嘛 没有四月多 那差不多两多月啦 好那也够快了 对 但是也很感动 算很快 很感动已经可以看到了 那这个是香港发行的吗 还是 这个其实是中国大陆为主 所以说你会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们的主角 要角 几乎还是中国大陆的演员为主 但是呢 因为有华 有台湾的演员 有香港的演员 幕后的工作人员 总之各种的比例 再加上出品公司的换算之下 这个片子 它竟然就不是大陆片 所以说为什么 在台湾可以顺利上演 对 因为它其实不用去算 配额 去抽奖或干嘛的 对 它就能上了 那当时好像可能 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就 是啊 但没有想到 当时没讨论到 也是个好事 因为两个多月之后 我们很快就讨论到他了 是我们现在好好讨论了 这部电玩片 是真三国无双 那其实呢 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导演 其实某些地方 有一点 还算蛮有诚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电玩的 最大的印象就是 你可能会出现 就是两个人嘛 各自用一个角色在对答 那如果事实上 你真的是三国的史实的话 大概不太容易 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那个时候 是天下大乱 所以常常是 大家打在一起 那这个片子呢 就很努力的把它变成了 比如说这个 关公 关云场 可能就去对了 某一个什么 某个地方的汉将 这样子 两个两人对打 这种情况 所以你就会变成说 三国时期的这些猛将 每一个都很像是 电玩的角色一样 就一个一个的上来 去跟他打成一团 对因为他主要就是 因为是电玩迷 这个三国系列 已经到现在 都是一直卖 一直卖 一直卖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 电玩迷会不会赏光 来看这个片子 还是他们已经习惯了 在电玩上面 自己率领三军 知不知道 然后跟敌军对打 那但是因为 我是没有玩电玩的 所以说我看这部片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 我会觉得 怪怪的 你知道吗 一开始还不太习惯 因为我们是把他当剧情来看的话 就觉得说 怎么会种种的不合理 跟以前看过的三国差很多 差 是的 那这部片 他的 他在 他在 他在当时上映的时候 对不对 跟拍摄的时候 他就是一部 应该讲说 针对电玩迷 还是他就是一部大片呢 应该是一部针对 希望能够抓到很多电玩迷的大片 因为我们不得不说 第一个 他卡斯阵容算是坚强的 第二个也砸了很多钱去做特效 甚至因为 他其实很早就拍了 他大概 2017年就开拍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种东西特效都要做很久 2017到今年2021 做了四年 从拍到现在四年才推出 所以 这个东西当然是花很多人力物力 而且他的外景地 除了在中国大陆之外 也有去纽西兰 哪有啊 感觉不到纽西兰 有 江泰你怎么会感觉 有有有 冰川 冰川那一段 对不对 那些就很像纽西兰 对 他其实是投入了很多 这个很大的格局的大成本 大卡斯 然后也很大的风景跟特效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他当然了 就是说你一定是希望 能够把你最主要的群众 就电话迷抓进来 但除了这个之外 也会希望其他不打电话的人也来看 所以反而会造成一些 我个人觉得很奇妙的现象 就比如说 电话迷当然就是看人打在一起就好了 那这个东西后半段很多 所以说 其实是OK的 可是呢 他前半段又变得有一点 好像要去讲一下三国的故事 好像又想要去说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对三国的印象最深 就是三国演义 对 所以虽然三国演义 他不一定是正式 可是问题是大家还是比较熟三国演义 所以他就很希望能够把三国演义的一些经典的桥段 重现出来 战争了 几个经典战役的桥段 不止 不止 不止战争而已 有一些别的 大家有时候能讲桥段 他们也想办法把它拉进来 可是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选材跟组合有点怪怪的 比如说 以真三国无双这样子的故事来讲 我真心不觉得还需要去把貂蝉弄进来 对 因为我觉得说他也是出来的很晚 莫名其妙 没做什么大事 对 甚至于说这个片子还没有演到说 貂蝉如何在吕布跟董卓之间 制造他们这个异父子的那种 矛盾 对 你干嘛把这个人弄进来 因为你片子也不会演到这一趴 不是吗 我觉得我看的时候 对不对 我本来想说这个 这个时候插进来 他是要当什么呢 刺客还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如果按照历史 如果按照历史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演吕布跟貂蝉 还有董卓之间的话 这个还一个中头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 所以就对 片子的从头焦点 就不是在这个上面 对不对 唯一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觉得他考虑的是什么 你猜 我觉得是因为从头到尾 这部片都没有女主角 他一定要 对 他一定要有一个女主角 而且是还要有新疆血统的 如果是这样 那不是 貂蝉 虽然历史上 中国是大美人 没有新疆血统 只有貂蝉是历史上 没有这个人 非常明显的没有这个人 但问题是 如果有类似的人物出现的话 他应该也不是个新疆血统 对 他是新疆血统 早就鼓励娜莎来演 我也是觉得怪怪啊 那不过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选角了 选角的话呢 我们当然就要请江泰 好好再来抒发一下 要抒发了吗 因为毕竟美女只有一位 其他的都是男生 那真的 我真的等一下 一定要来好好抒发一下 稍等一下 话说这个时候 我真的要来抒发角色的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我有很多 当然我一开始 我不得不说 我就是要看杨又宁 好啦 人家也演了 刘备的演戏 但是他怎么演到最后 演艺故事里面 刘备怎么演都不会是配角 这不是他 可是他竟然在里面 就不是男一了 这没办法 因为大家知道 刘备毕竟不是战将 这个既然是电玩 你一定要是战将 这机会才多 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里面的角色 说真的导演的确卡斯很大 而且各有发挥 戏份平均 演到演到演到 演到最后 怎么变成关公跟曹操是主角了 可是有一个 没办法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大陆人 你怎么会让一个台湾的演员 在这里面也跟这么大 张又宁能演到刘备 我相信已经也很了不起 他是嫩刘备 他是少年刘备 你知道嫩版的 我发觉最精彩的是 我在那个演曹操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 三国的角色应该会放在刘关章的身上 对不对 可是我发觉 一开始也真的让你以为是刘关章 也以为就是刘关章 对不对 三结役 但是后来发觉说 不对哦 这个曹操应该是他们要培养的一个大咖 这还真的蛮会有的 他其实不是在培养这种大咖 他已经算是有名的大咖了 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狼牙榜这个片子 这个前几年非常轰动的录剧的话 你就会知道王凯在里面 其实戏份非常的重要 那我说王凯真的蛮会演的 但是你知道吗 一度有一度 因为我们看这个可以重看对不对 可以停格对不对 我可以讲 我真的以为他是少年江国兵 好啦 你又会觉得 完全整个本土调了 真的 真的有台湾的角色在里面 他真的太像江国兵了 包括有几个眼神 可能要就此打住 要不然接下来你可能会被 你可能 你可能会又要再继续掉很多粉 没有真的像江国兵 可能真的会来抗议 我真的希望他们可以看一下 你年轻的时候的江国兵 甚至有几个眼神 真的很像 好啦 停了 该你了 OK 是那我个人觉得 我是觉得选角的策略比较奇妙 是如果大家去找这个 史书上面的记载 曹操的年纪应该要明显的比刘备 大个几岁 对 那吕布跟刘备的岁数是差不多的 但他竟然有办法找个古天乐来演吕布 那杨又宁也刘备 这两个人中间也就真的也差了个十几岁吧 大概 所以你会觉得 看起来就是个怪怪的 那你也 你可能之前 如果大家看韩庚演戏的话 你可能也不会猜 你可能也不会想象到他会是关公的样子 那总之就都是这样 原来韩庚是关公 对韩庚是关公 那我只能说 难怪我觉得关公怎么那么秀气 好的 但基本上他 关公这个角色在电影 在这部电影里面是唯一一个有露身材的 所以这我也不知是为什么 然后所以呢 就算你看 这是很阳刚为主 然后女性的角色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貂蟬之外 这次有前半段 也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刘嘉玲 祝剑宝宝珠 所以就觉得 他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 那不管如何 反正片子已经是拍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他还有一个好处 至少最起码 风景美 卡斯大 然后再加上他的电玩式的特效 一大堆 保证有 做好做满 所以说 我相信电玩你看了 还是会多多少少一些感觉的 我觉得 因为我没有玩电玩 可是因为我觉得 看他的特效 对不对 我觉得他做 非常之电玩 非常好看 对 就是 因为他会有天崩地裂 对对对 就是那种很电玩式的那种 电玩式就是我手一扇出去 你们一排通通死 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 这个会让你看得很过瘾 因为真正的三国 我们看大陆的历史剧啊 拍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对啊 怎么拖那么久 对 怎么拖那么久 赶快打吧 可是用电玩成效出来 用特效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嗯 就该这样打 对 所以其实 然后那个 必须要再称赞另外一位啦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 就是要 有一个比他们年纪都大的 但是我觉得保养的非常厉害 吕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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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吕梁伟 有没有觉得好厉害喔 我就说我的焦点放在了吕梁伟耶 我实在太讶异了 真的 吕梁伟演过吕梁伟 你记不记得 他自己就演过吕梁伟 我还真是年纪稍小 比较没有去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吕梁伟变成了袁绍 是 他真的是非常会演 他非常保养的非常自豪 我个人觉得把我吓到的是他的保养 对 因为我真心觉得古天乐在他旁边看起来比他老 我觉得古天乐要检讨 其实里面保养 人家都在做善事啦 我觉得保养的最好的毛细孔最细的是杨又宁 就这样看你都是充满着那个粉红色的眼光去看他 但是真的让我非常讶异的是 我觉得吕梁伟跟博豪来讲 他并没有 他的脸没有博 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对 真的很强 真的很强 所以我觉得他日子过得很 我们用一句大陆话 他日子应该过得很滋润 所以 因为觉得他的脸的那个湿润度很高 好 我们不要走歪了 我们继续在这部片的成就 是那没关系 反正我觉得呢 不管如何 就是他是一个娱乐性算还不少的电影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这个要风 最近大家在这个家里面 已经walk from phone这么久了 可能不是很方便出去 那觉得有点闷的话 看这个真三国无双的话 沙沙时间也算蛮好的 那只不过呢 看到这样子现代的这些娱乐片 你会怀念说 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古早卫行的娱乐 其实那些片子 本来现在来看 我都觉得还是蛮好看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 金马奇幻影展 4月的时候才刚播完一部片 叫做七宝奇谋 那这个片子呢 当年在台湾是春节卖座冠军 在美国卖得非常好 那多年下来一直有很多观众 一直在敲碗说 我们要续集 我们要续集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36、7年 他还是没续集 那可是呢 他的主要演员 每隔几年三不五十 就会被这个粉丝拱得出来 大团圆 比如说七个人里面 大概可能有六个或五个会一起到 然后呢 跟粉丝开见面会 就是这种类型的活动 一直都持续有 你就知道这个片子 他人气很高 那为什么一直都拍不了续集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说 当每一次他们见面会的时候都说 我们要凑齐原班人嘛 对 这样才能够来玩嘛 那现在有点可惜的是 大家等了三十多年 这个梦想可能真的就只能是梦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导演 李查唐纳 最 已经在美国 这两天已经在美国过世了 那李查唐纳 他其实算蛮长寿了 他91岁 这个导演 虽然大家可能 不一定是觉得说 像什么史蒂芬 史匹伯 乔治·卢卡斯 詹姆斯·卡麦隆 这么的耳熟能详 但是呢 李查唐纳 他拍过很多很有名的名片 我相信大家一定起码都看过一两部 除了七宝奇谋之外 他最有名的片子 应该是超人的前两集 就是克里斯多夫里维的那一个超人 所以想想看 这个时候对于所谓的漫画改编电影来讲 那是多大的一个成就 然后呢 除了超人之外呢 他在恐怖片上面 他还拍了一部很经典的片子 叫做天魔 这个我有看 这个真的 好那我觉得我们要另辟一个专辑来致敬 李查唐纳 因为我觉得他第一 他高寿过世了 但是他的作品 你该随便讲几部 对不对 都是经典 是 好那今天呢 在这个关键的周末呢 感谢迪亚 感谢迪亚告诉我们 真的要去看 《真三国无双》 感谢迪亚